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ORC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要学习的是日期函数 日期函数呢,也是我们非常常用的一大类函数 先来看一下日期函数主要有哪一些常用的哈 SysDate和CurrentTimeStamp LastDay,AddMonth和MonthBetween 接下来我们就挨个来演示这些函数的用法 首先看一下呢,SysDate和CurrentTimeStamp的用法 这两个函数呢,按理说都是要写括号的 但是因为它们没有参数,所以这个括号可以不写 不写和写的效果是一样的哈 看一下,SysDate是系统日期 意味着我现在获取的是当前这个时间点的日期 比方说现在是2015年1月7日8点34分 那么CurrentTimeStamp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看到哈,它精确到了071月15年8点34分 30秒,还有748000毫秒 OK,也就是说CurrentTimeStamp是一个当前的时间戳 而SysDate呢,只是一个日期 TimeStamp这种时间戳的精度呢,会比这个日期更多 好,这个就是SysDate函数和CurrentTimeStamp函数 一个是获取当前的系统日期,一个是获取当前的时间戳 好,除此之外,我们来看一下 LastDay本月的最后一天的 求本月最后一天的这个函数 CNactLastDay,这个就必须写括号了 那括号里面要不要有参数呢? 如果没参数会怎么样呢?会报错哈 因为它至少要一个参数 那么我就把SysDate这个函数的返回值 就当前日期嘛,作为它的一个参数 看一下它的LastDay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是本月的最后一天是2015年的1月31号 没错哈,2015年的1月31号 那接下来的话呢 看一下ADD Months CNactADD Months 如果也是当前日期 但是呢,加上3 第二个参数是3,是什么意思呢? 当前日期加3个月 那会是几月几号呢? 那会是4月7号 果然,这就是ADD Months的用法 在第一个日期之上加上N个月 如果我加上了12个月 会是多少呢? 2016年的1月7号 好,这个就是ADD Months的用法 那除此之外,还有Month Between Month Between就是说 在两个日期之间的 这样一个相隔多少个月 我们可以这样子哈 CNact的SysDate 然后呢,HeroDate CNact的应该是Month Between Month Between Twin 然后From Dual 看一下 啊,还不能FromDual HeroDate Dual都没有 那就是EMP EMP表中有HeroDate这个列 诶,也就是说 会返回第一个日期 当前日期减去HeroDate 我们可以这样子哈 当前日期一个列 HeroDate一个列 看一下 然后他们之间的差 相差多少个月 一个列 C'sDate是2015年的月7日 这个人的第一条记录的 故障日期是1980年12月17日 哇,他们之间相差 408.70514个月 也就是说Month Between 会返回两个日期之间的月 还会以小数哈 显示 未尽的这种 多出来的这些天啊 小时等等 OK,这种计算呢 是Org已经做好了的哈 这个就是Month Between 的用法 记住它是第一个参数 减去第二个参数 而不是第二个参数 减第一个参数 好,这个就是Month Between 函数的用法 那到这里为止的话呢 日期函数常用的五种 我都已经介绍过了 接下来呢 我要介绍的就是下一种函数 下一个比较重要的 应该算是第六大类了 XTrack的函数 它是找出日期 或者是间隔值的 这样一个字段值 接下来我们来写一个示例 看到这个示例 CNact Extract Months from this date 然后列明改叫做 This Month from Dua 执行出来的结果就是一 因为现在是一月嘛 Extract的函数呢 就会是求一个日期的 某个字段哈 日期或者是间隔值的字段 比方说Month from this date 就当前这个时间日期的月是多少 如果我要求连呢 那就用的是year哈 year 好的,这就是Extract函数的用法 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哈 日期函数就暂时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次课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